我们再到其他的地方看一看 还有没有比较值钱的东西 这工厂确实很大呀 诶 这什么鬼东西啊 看着好像是一个人 老弟 你带我来这个废弃的工厂干啥呢 大哥 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 这家废弃的工厂 有很多值钱的东西呢 这家工厂的老板不知道咋回事 突然就停工了 听说上个月 这家工厂就没有运作了 我有好几个朋友 这几天都来这家工厂 捡东西呢 他们来一趟就挣了一大笔 我也想说来碰碰运气 看看能不能捡到很值钱的东西啊 我们这几天手头也紧呢 我看里面值钱的东西 都被你朋友捡光了吧 我们这时候来 恐怕捡漏都捡不到了 这家工厂这么大 怎么可能会被捡光呢 随便也能捡一点换点钱吧 嗯 看起来确实蛮大的这家工厂 今天呢 我们肯定要发财了 可以成立一个废品公司 我说老弟 你想的也太夸张了 这捡废品还要弄一家公司 这家废弃的工厂 里面的东西啊 迟早会捡完的 大狗 你不会动动脑子想一想啊 这家工厂捡完 我们可以再找下一家嘛 又不止这一家工厂倒闭 来来来 给你拍个纪念 今天是我们的创业第一天 我也是无语了 捡废品也叫创业 来嘛来嘛 不要动啊 来 摆个好的姿势 笑一个 行行行 配合你 拍吧 哦 这张照片可以啊 一看就很有趣 有点像这个捡废品的大老板 我也是无语了 把我拍的像壮士王老五一样 那不是挺好的嘛 能把你拍成像老板一样 还有 老弟 你开这么大量的车 我们能捡到这么多东西吗 看我们两个人捡呢 绝对没问题 行 那我们就进去看一看 这家工厂到底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哎 这大门已经锁住了 进不去啊 这点你可不用担心 我已经有问我的朋友了 这是可以打开的 我知道 这开关在哪里 那你赶紧的 把这门打开啊 别急嘛 这不是要时间吗 好了 现在可以把这门打开了 哇 这家工厂里面可真够大的呀 一看 比我们的基地还要大呢 这里有个升降梯 诶 这上面还有把手枪呢 好家伙 这工厂里面居然还有枪 嘿嘿 捡到了个大便宜啊 谁知道这把枪能不能用的 试下不就知道了 走开 等等 要试枪的话 要整个物体来试一试 我看一看 这周围有没有这个瓶子啥的 诶 有一个 在地板上呢 要什么瓶子啊 直接打这个油桶不就好了 不行啊 谁知道这油桶里面 有没有装油啊 打下去啊 就怕会爆炸 打这瓶子吧 呦呦 可以用诶 而且打得还挺准的 这把手枪确实不错 我带走了 我们再到其他的地方看一看 还有没有比较值钱的东西 这工厂确实很大呀 诶 这什么鬼东西啊 看着好像是一个人 不是 是一只怪物 大狗 快跑 老弟 这家工厂里面 怎么会有一只怪物呢 你的朋友怎么没说 我也不清楚啊 怎么会冒出一只怪物呢 哇 这只怪物好丑啊 快 你赶紧往后面跑 看这家伙啊 披头上发的 还挺吓人的 看来我们是捡不到值钱的东西了 尽快离开这里 这只怪物啊 肯定会追上来的 上楼看一看 有没有其他的出口 底下是不能走了 这家伙在底下堵着呢 哦 他会跳上来呢 好家伙 一看就不简单呢 大狗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这只怪物在下面堵着呢 看一看上面 有没有其他的出口 这上面哪来的出口啊 唯一能出去的就在底下 那就冲下去呗 老弟跟上 出口就在前面 吓死人了 这家废弃的工厂 我看这家工厂倒闭 肯定是因为这个家伙吧 谁知道他怎么倒的呢 别管了 我们还是赶紧溜吧 这家伙已经开始追出来了 车在前面 赶紧的 上车 先把这只披头上发的怪物 给甩掉再说 被他给盯上了 可划不来啊 都赶走一批人了 怎么又有人来呀 看来我袭击了这家工厂 恐怕要暴露了 不行 要赶紧把这两个家伙 给拒绝掉 这样消息就不会传出去了 他们暂时没有跑远 能追上的 给我等着 我不会让你们跑掉的 哇 刚才也是好险呢 幸亏我们有辆货车 要不然真跑不掉 这只怪物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我们暂时也不清楚呢 老弟就怪你 贪怎么小便宜 哎 这前面怎么有两辆车啊 哦 好家伙 这只怪物追上来了 它追上来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而且把我们的车都给弄翻了 大狗往后面跑 我看到啊 后面有架直升机 看到了 赶紧上去 大狗还是你来开吧 我架子直升机的技术很菜呢 行吧行吧 我也不是很会驾驶啊 现在时间紧迫啊 只能赶鸭子上架了 先甩掉这只怪物再说 开了一段路程才发现 这架直升机油没了 早知道啊 刚才找一桶油再说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回基地去了 现在说啥都没有用了 我们先找一找附近 有没有安全的位置 先躲一躲吧 说的没错啊 我们赶紧找个位置躲起来 哎 咦 这家伙 啥时候跑到我们的前面去了 完了 这只怪物 非常的难甩掉啊 披头上发的 而且长得又胖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 他居然也不怕手枪 连射这么多枪了 好家伙 直接就冲过来了 哦 力气这么大的嘛 把我们的直升机 都给弄炸了 老弟 你得当心了 这家伙太危险了 我们要尽快找个安全的位置 躲起来 这栋楼不错 我们可以上楼顶去 老弟 跟上 这里有门 赶紧的 上楼上楼上楼 快点啊老弟 赶紧进来 把门关住 现在只有楼顶才安全了 哦 总算是把它给甩开了 哎 这楼顶上 居然有一把野鸡脖子 这把机枪 我了解过 威力很大的 有它应该能对付这只怪物了 赶紧的 把这个穿戴设备给带起来 只有一把机枪啊 那我呢 我只有一把手枪呢 哎呀老弟 你不要担心 我会保护你的 先试一下手感 哎 不错 看一下 这只怪物跑到哪去了 哎 看到了 它在底下 我准备跳到二楼去 看到它了 老弟 你不要跟我跟太紧 小心被袭击了 你手上没有硬家伙呢 来吧 我先把它给干掉 先引开它的注意 把它引过来 哎 老弟 你怎么也过来了 叫你跟在我的后面 非要跑到我前面去 谁知道你刚才会跑到我这个位置来啊 行了 你注意安全 我要专心对付这家伙 老弟 当心 他盯上你了 看我的 连续射击 漂亮 把它干掉了 老弟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刚才好险啊 幸亏有你这把机枪啊 要不然我刚才肯定要咳屁了 都跟你说了 要跟在我的后面 不要自己擅持行动 手上没有硬家伙 就别这么浪了 还有 你这朋友介绍的活也真不靠谱啊 去工厂捡什么废品 差点被这只怪物 打成废品了 我哪知道会遇到怪物啊 回去啊 我肯定要收拾我的朋友 行了 怪物都已经解决了 收拾你朋友 你没啥用啊 好了 那今天的概念模组呢 就往到这里 喜欢大狗玩游戏的 记得帮他狗 点个关注 点个赞哦 咱们下期见 拜拜